首先我们先安装一下虚拟机 下一步 接收下一步 然后我要改一下这个陌路 增强型键盘 产品更新 取消勾选 下一步安装 好的 完成 接下来它会重新启动一次 然后输入一下产品密钥 接着呢退出这个虚拟机 然后呢在 服务这边 把虚拟机给光了 这四个服务 就把它停了 OK停了 接着呢我们需要unlock 最新版本呢是3.0.3 然后呢管理员运行这个win install 他正在停止服务 OK 已经找到了vm的 好他现在正在下载 意外的速度还挺快 不知道为什么 他正在启动服务 OK完成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接下来在tours的文件夹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新的ISO文件 这个呢待会要用到 这边我找到别人提供的下载地址 还是听语音的 挺好的 OK 然后我们找一下 这个ISO 把ISO到时候改为 CDR或者说不用改都可以 速度这么快的吗 嗯 接下来咱们新建一台虚拟机 指定高级 16.x 稍后安装系统 Mac OS看到没 我们用11.1的 这个就是B4 虚拟机名称 处理器数量的话 8个核心 嗯 这样子可以的 OK 下一步 16G内存 OK 然后桥接网络 Net转换 或者桥接也可以 用桥接 是他 我用MVMe不就可以了吗 嗯 其实100G吧 我容量应该够 就100G吧 也是存放在 这里面 下一步 完成 OK 再编辑一下 我们需要加载一下 这个镜像文件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OK 全屏 OK 下一步 正在检查中卷 没有中卷 磁盘工具 继续 还没出实话 我们就抹掉吧 APFS GUID分区表 这个叫 BIG SR 磨掉 完成 好了 这就已经 搞定了 100Gb 关闭 我们可以安装 继续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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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慢慢安装吧 OK 看样子已经安装好了 哇 nice 有点卡 有点卡 我先看一下那个录制有没有正常 挺正常的 好的咱们继续 继续 继续 辅助功能 以后再说 数据安全 隐私 轻易住手 这个以后再说 Apple ID 稍后再设置 你要跳过 对的跳过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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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账户名称 新密码 下一步 分析 继续 继续 还16 这个就不用 继续 自动 好的 终于安装好了 先关机吧 OK 我们设定一下 把这个 改为使用物理驱动器 自动检测 确定 再开机一次 OK 接下来 我们这边 安装WMTools 安装 继续 安装 OK打开安全信片后设置 好的 在这边 按键 好 修重新启动 以后 安装成功 重新启动 就 红 这4K分辨率 有多 显示器 缩放 2 这样可以 把 4K速放到 1080p 这样子 挺好的 接下来我得把之前下载的那个 bingoff给拖下来 what 哦 是这样 认证 解锁 允许 OK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文件 拖到这里了 打开 拖 用程式 把这个拖进来 OK 启动 为什么要启动 选项 灯录时打开 之前 之前我们应该是可以通过这个的 但是现在已经打开了 缩放显 缩放效果 降低通明度 其实呢 可以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大家推荐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打开 不过我还没有安装随缩 我就干脆直接用记事本 在这下面 其实我觉得这些应该可以不写 写下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是不是 会卡 他这边会卡 看 启动个Q就卡成什么鬼